据历史记载,慈禧当年为咸丰生了一个儿子,但是在18岁的时候就死掉了,因此慈禧没有了后人。 但是如果真的往远了说的话,慈禧还是有一些亲戚后人的,比如说叶和纳拉氏的家族子孙晚堂,直到现在全国各地都有。 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一位真正的慈禧的亲戚叶和纳拉氏。 如果按照辈分来说的话,这位算是慈禧的第五代万孙女,名为叶和纳拉书红,现在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。 但是从别人拍下来看的话,并不像50的人,更像是30的人。 而书红的样子和气质都非常好,如果拿他和当年的慈禧照片比对的话,还真的很像,让别人一看就是慈禧的后人。 而现在他有很多种身份,他是一名老师,也是书法协会的会员。 在北京说坏协会担任副主任,书红生下来就很漂亮,也继承了他家族完美的基因。 而他的人和字一样,清爽大气。 放进屏幕两下关注我吧。